师父 炒饭怎么样才能够炒得好吃呢 得多有点感情 食物不只是用来填肚子的 食物还可以用来传递感情 你多用一些感情去煮 吃东西的人会吃得出来的 师父 你在写什么呢 我在写厨神秘方 厨神秘方 厉害呀师父 里面都有一些什么态势 你现在还不会看 将来如果你有什么不会做的时候 再打开看它 一定要记住 当你对煮东西失去信心的时候 才能看它 那我想我是没机会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对自己煮的东西很有信心 快点把饭炒好 上书房的学生还等着呢 好 皇后吉祥 要来煮面和摩豆浆给大阿哥吃啊 对呀 大阿哥每次发脾气不肯吃饭 就要我摩豆浆 还有煮咸菜面才肯吃啊 为什么现在差那么多的 像缩水了一样 哇 好香啊 在煮什么呀 皇后吉祥 我再炒 单炒饭吃 当书房的午饭做好了没有 马上就好 好吃啊 吃完了 我们可是女孩子 要斯文点 吃完饭不要用衣袖擦嘴 要用手帕 这样卫生点嘛 哇 这个手帕好漂亮啊 用来擦嘴不就会把它弄脏了吗 手帕就是应该要这样用的吗 手帕当然是用来玩丢手帕的嘛 你真是的 快来 那个师父也迟了 说来说去 吃那么快 还不是想去玩吗 等等我们啊 等等我们啊 来了 最近学生餐次次都差不多 昨天就是鸡蛋炒饭 今天就是饭炒鸡蛋 可真是吃得有点闷了呀 是啊 应该每天都不一样的嘛 好在我自卑了 我也是这样说 我们的伙食又不一样过吗 为什么每天差不多 吃凶午饭的时间 都会见到他们出现 到底是做什么的 他们头上顶的是 黄兄的午饭来的 他们是送去给黄兄 黄兄的 黄兄的午饭跟我那些 对对对 黄兄吃的午饭 没有规定地点 只要黄兄肚子饿了 就要准备 黄兄每一餐 大约会有一百多叠菜式 由于膳房做好 就要送到黄兄的面前 哇 过百叠菜 黄上怎么吃得完呢 对了 但我不明白 黄上是一个出了名的 节俭的皇帝 为什么每顿得那么多的菜呢 善奇 皇上 今天的菜式有寿比南山 如意吉祥 还有福星高照 满堂喜庆 还有这道叫做 够了够了 这些菜名都不知道是什么 不又是大鱼大肉 有没有清淡点的呀 算了算了 一百块 找到都凉了 几块吧 荒尚 现在全部都安全了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到正了 皇上 您喜欢吃哪样菜呢 吃哪样都差不多了 由御膳房送来这里 再要神经刀试过没毒 什么菜都凉了 不如由明天开始 正美餐改为三菜一堂算了 皇上三四啊 皇上每餐这么多样菜式 其实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是啊皇上 这些都是皇宫的传统保安方法 每餐这么多菜式 是降低给人下毒 谋害皇上的机会 有谁想谋害朕呢 真的有人想毒死朕 都不会省那一点毒药的了 皇上 每碟都要下毒的话 买毒药都会买穷了 区别很大的 很不错呀 皇上 这道菜叫香酥肉 又不记得 传给御膳房 三个月内不可以再做这道菜 是 皇上 是不可以给别人知道 皇上您喜欢吃什么的 这个 行了 行了 又是保安理由嘛 朕让你们搞得完全没有胃口了 不吃了 你们把这些菜分给宫里其他人吃吧 算了 帮朕叫御膳房做碗咸菜面就可以了 咸菜面 皇上 皇宫传统规定 皇上是不可以点菜的 这个是保安理由 又是保安理由 又是保安理由 算了 反正都没胃口 不吃了 又是这些 朕没胃口啊 又午膳 朕没胃口啊 皇上 您吃点东西吧 您好几天都已经没吃过东西了 皇上晕了呀 快传御医 不是吧 不知道花阿玛怎么样了 怎么会吃了饭就晕过去了呢 是不是萝卜高错的东西不干净啊 皇兄吃坏了肚子 不会的 我很小心的 思思 你不用太担心了 皇上他一定会没事的 博士 博士 皇阿玛到底怎么样了 皇上患了轻微的厌食症啊 你说你不吃肉 皇上是不是不喜欢吃我做的菜 可能是 不过厌食症最主要都是心理问题 这个活不高 整天帮思思哥哥 这次我可有机会不走你了 皇上有提过 说对平时的食物没什么胃口 提不起食欲 对呀 吃来吃去都是萝卜高的这几样 我好像对鲍鱼有点厌烦 会不会呀 现在呢 最重要的是让皇上他有食欲才行 那我就回去研究一下 做些什么给皇上吃吧 不用了 都说了皇上对你做的食物有点厌了 我自有办法令皇上有胃口的 皇上 现在都到了晚山的时候了 你的肚子饿了没有啊 又是些大鱼大肉 朕没胃口 皇上 不吃东西不行的 皇上是一国之君 请皇上保重龙体啊 那你知不知道 朕最喜欢吃什么 不 不知道啊 但朕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吃的是炒年糕 喜欢喝鲑鱼汤 甜品就是喜欢吃汤圆 还要是花生混芝麻 你最喜欢吃的是椒盐鸡脖子 常常去御膳房问萝卜膏呢 有时朕真的好羡慕你 喜欢吃什么都可以 皇上呀 为了安全理由皇室的传统 皇帝吃的东西不可以让人知道 朕都没得选择 其实连朕自己都不知道喜欢吃什么 皇上 晚膳的时间到了 请皇上用晚膳吧 朕没胃口啊 皇上 是不是萝卜膏煮的东西不好吃啊 萝卜膏 其实朕 皇上 其实微臣已经为皇上准备了外国美食了 小瓶子 小安子 东营的寿司 西洋的意大利粉 还有印度的咖喱和薄饼呢 还有各国的美食 已经帮皇上准备好了 皇上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种吃法西洋叫做自助餐啊 自助餐啊 感觉上可以同时选择很多样 是不是很好啊 让微臣先试一下 冷冰冰又生生的 怎么给皇上吃啊 你懂什么呀 这个才是新鲜的呢 这些东洋美食叫做寿司 要蘸点芥末才好吃的 你知道吗 芥末 是不是轻轻的这一块啊 你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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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芥末肯定辣死你了 打刀先生只是吃了台国的芥末而已 不如就等我直接做一份 加了适量芥末的给皇上试试 真是口齿流香啊 皇上终于吃东西了 皇上 这同一款食物是不可以吃三次的 皇上 还有第二款呢 皇上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我也是时候离开皇宫了 再见了 玉山坊 萝卜糕 你去哪里啊 是不是去找外国的美食啊 不用去了 我向华大人借了很多很多的西洋烹饪书给你 我和柔肉打算跟你一起研究一些既好吃又特别的菜式给皇阿玛吃 你说好不好啊 思思他这一次真的是很认真的 萝卜糕我们一起努力吧 没错 我这样就放弃真是惭愧 哥哥比我坚强的多 我要用心做一款让皇上喜欢的才是 是啊 我是想着去其他地方找找灵感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一款了 哥哥 是什么呀 你们不要再研究了 这些不就是日本寿司和印度咖喱吗 是啊 皇上也只是吃了一点就不想再吃了 皇上的厌食症越来越严重了 思思 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样皇上喜欢的菜式的 看来皇上对外国的菜式都没有什么兴趣 中国那么多地方才是为什么会没有中国的喷人书呢 那我是没有机会看了 有了 我师父他留了一张除神蜜蜂给我 叫我遇到做不好的菜式才看 我师父绰号是天价第一产 除神蜜蜂就藏在这里了 萝卜哥 里面写了些什么呀 让我猜猜是天山熊掌 难道是蟒蛇刺生 难不成是红烧蝎子 不是些佳肴美食 那究竟是什么菜吗 天下之味不外酸甜苦辣 咸香麻七种 但天下位置中极品却是却是人 神经刀 怎么出汗了 那么紧张 有刺客吗 有刺客你也不会怕呀 皇上 午膳时间到了 又是些油腻的东西 神侍卫 你怎么还不为皇上试菜 皇上 微臣 微臣有病啊 有病 你有什么病啊 微臣 日日替皇上试菜 每样菜式 事与口都已经饱到走不动了 几天前 寓一说微臣再这么吃 就算练多少功都没有用啊 说微臣一定短命呀 皇上呀 神经刀 祈愿为皇上决战刺客而死 都不想被饱死啊 请皇上叫其他人来试菜吧 好香啊 什么味道 好香 皇上闻到喜欢吃的东西了 皇上 养狗千日 又在一时 我猜 快点到周围闻闻是什么味道 咸甜这两种味道 朕好久都没闻过了 好亲切 好香啊 令朕想起小时候的开心日子 是什么 是谁 皇上 请小心啊 又不是有刺客 你让朕小心什么呀 咸 咸 咸菜面 思思 这碗面是你煮的吗 嗯 皇阿玛 我没有这个本事 豆浆 萝卜糕 这两碗豆浆 是你磨的吗 皇上 灰城没有这个本事 嗯 皇阿娘 是你煮给朕吃的呀 是啊 皇阿 你快点吃吧 皇上 先等微尘 试一试 有没有毒 皇阿娘 是我娘亲 她煮的东西 怎么会有毒啊 哇 嗯 比我用轻锅还厉害呀 啊 嗯 干嘛那么着急 慢慢吃吗 好味道 好久都没吃过黄鹅娘煮的面了 还有豆浆 你长这么大了 怎么还是这样 你是皇上吗 要胡闻点了 吃完饭不要用衣袖插嘴 要用手帕卫生一点 皇儿以后不要再挑吃了 黄鹅娘 您怎么突然给朕煮面吃 是罗布高想出来的 皇上 微臣是在微臣师傅留给微臣的 除神秘方里领悟到的 微臣的师傅说 食物是可以用来传递感情的 微臣记得皇上小时候 最喜欢吃皇太后煮的咸菜面 和皇太后亲手磨的豆浆 那微臣试着求皇太后煮一次给微臣看 等微臣知道皇上对味道的要求 以后微臣会依照皇太后教的 咸甜分量煮的 黄鹅娘 无论朕吃什么山珍海味 什么外国美食 都不及黄鹅娘亲手煮的一碗面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跟黄鹅娘您一起吃啊 你喜欢吃的话我就天天做给你吃好了 吃东西最重要的是开心 朕知道以后要怎么样了 黄鹅娘没事 真是太好了 黄鹅 脑不高 从明天开始朕的一切饮食从简 以清淡为主 天皇上 那微臣以后试菜就不会吃到腻了 朕还没有讲完 以后朕跟皇太后一起吃饭 陈京刀 那你辛苦要试我们两个人的分量了 好吃 为什么今天我福高炒的饭比以前好吃了那么多呢 没有啊 还不是 因为我用了除神秘方的手法去炒的呀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方法 用心去炒就可以 再加上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吃 怎么样啊 黄鹅妈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啊 是啊 真的很好吃啊 你说是不是啊 黄鹅娘 是啊 还有小时候那种回味的感觉 那就特别有食欲了 今天皇上怎么会在这里来吃饭呀 从皇兄改变了饮食习惯 那个神秘会每次试菜都大口大口的 搞到皇兄不够吃 今天就来吃吃当很久没吃过的学生餐咯 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和阿爹一起吃宵夜 啊 哦 木丹 这次丹 这次丹 请你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